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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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居士同学 很高兴第五次来到新加坡居士林 每一次来都感到非常的亲切 昨天我们也都和大家共修了一天的精进念佛 从全天的连续十四个小时的精醒的过程来看 我们新加坡居士 这个善根非常深厚 非常勇猛精进 全天念佛 真是非常宁静 祥和 庄严 那么这都是祖父欢喜 念佛法门 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名号 作为总纲 所以发菩提心 就是我们敬念行人 必须要关注的一大科目 这次我们就选择 敬忠十一祖 醒安大使 一篇重要的文稿 劝发菩提新闻 作为讨论的内容 在讲之前 就一些背景知识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是本文的源起 第二是本文的作者介绍 第三是本文题目的介绍 第四是菩提心的功德着用 第五是本文的结构 那么我们先来谈 这篇文稿的源起 这篇文稿是出自 醒安大使 他在三十四岁那一年 去宁波的阿弥陀佛王室 去拜佛陀的舍离 所发出的一个怨性 在叶盘会约的叙述当中 醒安大使他自己 有一个字数 他是自幼出家 十五岁出家 但常常在生团里面 去问那些长老或者比丘 问释迦罗来涅盘在什么时候 他才发现很多人都不了解 或者即便有所答案 也是不明确 没有依据 又看到无认是出家 还是在家的人 去为佛去供灾 迎灾供佛 都不如法 体现不出虔诚 很洁净的心 所以这在年幼的 醒安大使心上 就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以后醒安大使就广读经教 约读涅盘经 才知道释迦罗来是在农历 二月十五那一天涅盘的 整个涅盘的场面非常复利 放光极重 所有的天人都来献共 在涅盘的过程当中 种种不可思议的内向 使得醒安大使就非常的感动 当时他在阿耶王寺 在那里节下安居一下 燃一个指头供佛 那么阿耶王寺这个佛陀使离 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 他的源头是佛陀涅盘的时候 佛的身身舍离分为三份 一份留在人间 一份被第四天到了天上供养 一份在农宫 那么阿瑟寺王子分到了一份 他就在恒河的 有一个轮转的旋转的莲花 他就用金的匣子 把这个设立放在里面 那么那个旋转的莲花的叶子 就像刀轮 水积这个水非常喘急 一般人想拿那个 想取那个舍离是取不到的 这样就到了阿耶王时期 阿耶王是阿瑟寺王子的孙子 他想取那个舍离出来 在供养 建塔 得一位阿罗汉尊者的这种指示 就用那个水果就填满那个莲花叶子 那个莲花叶子就不旋转了 就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阿耶王就建了八万四千塔 欲使鬼神在这个地球 沿佛体安放 那么在我们中国有十九处 十九个塔 十九个设立塔 也是众生共业俗改 俗出现的就是 这个位于宁波冒风的 这个地方 这地方出现也是西晋的时候 有一位猎人打猎的 姓刘 叫刘沙赫 他实在是一个菩萨的视线 称为立宾菩萨 视线一个猎人造作恶业 就下地独 蒙一个凡身指示 要忏悔 捏掌 就得要礼拜佛的实力 这样这个流沙喝 最后就出家了 出家就到处寻找 这个佛的实力 这样就到了这个猫峰 这个地方 是听到地下有钟啊 红钟的声音 他就在那里这个祷告 这个设立塔就出来了 是这么一个音源 所以在我们东土呢 就有这么一个佛舍利 让大家去礼拜 供养 佛的舍利的出现 也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方便 佛在画画经里面 这个寿亮品 谈到释迦牟尼佛 它的寿亮 是无量无边阿瞻奇迹 不是仅仅八十年的 佛是永不捏盘的 它的捏盘是方便视线 是救度众生的方便 为什么要视线捏盘 是由于如果佛 佛长久注视 很多包袱跟浅的众生 就对佛不生稀有难遭之想 不生恭敬之心 这个怒猎众生 就贪着于世间的五欲 在这种情况下 佛陀视线灭盘 就是警觉众生的心 就好像一个梁医 他有很多子女 这个梁医可以泡制种种 很好的药物 但这个子女呢 他们中毒失去了本心 中毒浅的还能够服这个药 中毒生的 他只是喜欢他的父亲 也喜欢这个药 舍香俱美 但是就是不肯服 不肯服这个药 所以这个梁医就舍一个方便 说我已经年老了 离世间不久了 我已经给你们留下好药 我要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父亲呢 就远走他国 远走他国就过了不久 就派一个使者来告诉 这个子女 他子女 说你的父亲去世了 不在这个世间了 那这些子女 听到自己的父亲去世了 他内心就充满着哀愁 就思维到自己这样孤苦伶仃 如果父亲在 还能够帮助自己 父亲不在了 整个没有依靠 他这种悲伤之心 就是他原来中毒的那种狂心 就有所省觉 有所省觉呢 他就会忽然想起 自己的父亲 还给自己留下了好药 这时候赶紧找出来 开始服这个药 一服这个药 他原来中毒的那个病就会好 那这个众生就是我们这些 这个子女就是我们这些 涅障身重的众生了 中毒就是贪真吃 三毒烦恼了 中的这个毒 虽然看到佛欢喜 但是读得很深 他不肯去服佛格我们开出的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佛方便释现涅槃 他派遣的使者是什么呢 就是舍利 众生看到佛涅槃了 有舍利了 这时候他一种哀恋之心 就会升起来 透过这种哀恋 就想到佛陀的这种种种的法门 这时候他就依教奉行 就能得到法上的利益 那么这个请安大师 他出生在一个康熙和雍正年间 那时候还是佛法比较兴隆的时代 因为前清的几个皇帝都是信佛的 但即便在这个时代 这个很多人还是在这个佛涅槃的那一天 不知道哀殿 不知道祭祀 不知道供养 不知道报答佛恩 所以这样就出城了 这个请安大师非常感伤 所以就在三四四十年 燃一子供佛之后 他就发心要在第二年 要在佛涅槃日 举行一个七日的法会 来忏悔涅障 来思念释迦牟尼佛的恩德 来把这所有的修忏 礼拜供养的功德 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一发心 就准备在这种涅槃的 忏悔的法会 要住十年 他真的就在从公元1720年开始 到1729年 整整联系住了十年 所以喜安大师跟阿姨王室 是非常有盛生的因缘 今年我们上半年春节之后 到温州 苏州 宁波去奉法 正好那一天2月15 我们在宁波阿姨王室 去参拜佛的设立 阿姨王室也发心在 从今年开始 也要修 修供养 有很多的这种 美味佳肴去供佛 我们也参拜了 喜安大师的那种塔 喜安大师涅槃之后 往生之后 他就疑谷 就安葬在阿姨王室 我们也都去进行了礼拜 阿姨王室也准备建一个 更大 更好的一个祖师的塔院 我们也都随喜功德了 那么这篇劝发菩提新闻 就是在喜安大师涅槃法会上 所撰写的 在涅槃法会 忏悔法会上 喜安大师和余会的 所有的市中地址 还有一个涅槃会发愿文 发了四十八大院 所以我们看到 这篇文稿的源起 是来自于 喜安大师 思念佛的恩德 报答佛恩 所发起的一个菩提心的展示 那么这样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喜安大师 他是我们镜头中有十三代祖师 他是跌在第十一位 镜中第十一代祖师 出生在公元1686到1734 他享年只有49岁 那么他是江苏 江苏常熟人 一出生下来 他这个人就是灵童 家庭也是世代苏乡之家 七岁他这个看经了 可以过目不忘 这根基都很利 他的母亲看到他 这个善根这么深厚 跟佛这么有缘 七岁就让他皈依 去拜了一位出家师父 十五岁就让他出家 十五岁出家之后 他的菩提心的生发 一方面有叙事的因缘 另一方面也有 在他出家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他在十五岁那一年 在自己的寺院 看到一个僧人 出家人 活得好好的 他有点扑得下 摔倒在地下 就没起来了 就死了 这下葛十五岁的 显安大师震动很大 他感觉到人命无常 所以他修学佛法的心 是非常猛烈的 他开始也走禅宗的道路 二十九岁他就 除了教下他了解之外 他也参念佛是谁的话筒 他参化到他开悟了 开悟之后 他就在征集是闭关三年 白天约葬 晚上专门念佛 他在这次闭关当中 就写了劝修净土诗 一百零八首 所以他是参禅开悟的 然后他最后全都倒向去念佛去了 他在这个劝修净土诗一百零八首 他自己也致述 我今成佛力 产阳净土教 说明他这个净土诗整个的是 蒙佛的慈悲愿力的加持写出来的 是表明着显安大师净土思想成熟的 一个标志 他享受的时间并不长 这是说明他敬业已经成熟了 他后来又做完十年的涅槃栽之后 涅槃供之后 又在翻天市闭关三年 那大概就是他46岁到48岁 这个年龄 他在闭关之后 在48岁那一年 年底的时候出关的 正好是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12月初八 他一出关就告诉大家 说我明年4月14日要走了 他一说完再去闭关 每天念佛十万声 闭关 这样他预示是14日走 然后他在4月12日 他出来了 出来他告诉大家 说我在十天前 就在4月2日 初二日那一天 已经见到西方三圣降临虚空了 那么十天前见到 今天又见到了 所以我生净土的时间到了 所以他就交代了后世 以及寺院的种种事物 很多父法居士也都赶来 急重念佛为他 付送 当时洗安大师的侍子 就请求说师父要往生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留个记子 这洗安大师当下写的个记子 这个记子就表明 洗安大师他念佛的功夫 他是这样写的 身在花中佛现前 佛光埋照紫金莲 心随诸佛往生去 无趣来中是晚然 他通过精进念佛 已经出现了境界 他自己的身已经在莲花当中 阿弥陀佛就陷在前面 阿弥陀佛每一间的光明 来照他的紫金莲 他做的莲台是紫金的莲花 上屏上层 上屏上层才有紫金莲 这样他的神识就随着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这是事项上去 从他属正的理体来看 无趣来中 这个自信清净心 是没有去没有来的 他已经证到这个实相了 但无趣来中 这个往生的事还是宛然的 这就是无生而生 生而无生 生则决定生 去则拾不去 他正到这样的境界 体用一炉 这样他写完之后 就在十四日 他列目危坐 那赶来的大众 都环绕 请大师注视度动 度众生 那么醒完大师 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都是他的菩提心的 自然的流露 说我去吉来 生死世大 各自尽心念佛 你看这祖师 说你们不要劝我 住在这世间 我到西方极度世界去一下 马上就会回来 在这个世间 生死是最大的事情 你们都应该 清尽心去念佛 这种悲心非常深厚 那么醒完大师 他的一生 就是他菩提心的展示 他的所有的得业 是菩提心最好的助脚 悲心非常深情 他留的著作 并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篇文稿 真是感动人性 很多敬业行人 看这篇 劝发菩提心文 很多人都会掉眼泪 所以我们看到 醒完大师 这一生的得业 他是挣到了念佛三昧的 所以他的知见 是与佛 其等的 所以他是我们 敬业行人的大善知识 他的每句话 每句话都可以当作 佛经一样的来对待 这是一个上品上升到西方 中文化尽头的圣者 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悲心 极为肯切的 这样的劝导的文告 那么我们再来 别提就是劝发菩提心 这是这篇文稿的 与众区别的一个题目 那对这个题目 我们做一个全戏了 这个题目最主要的是 菩提心三个字 这个菩提翻译成中文 叫觉的意思 觉悟 在唐代以前翻译成道 佛道的道 一般我们都会把它解释为觉 是佛果的意思 在这里 这个菩提 菩提一般从内边上升 有身文的菩提 有圆觉的菩提 有菩萨的菩提 有无上的佛的菩提 那么这里所讲的菩提 是无上正等正觉 俄罗多罗三秒三菩提的意思 这个菩提是以他的智慧 作为他的体性的 觉悟和智慧 智慧那么这个 转巴士为四字 成熟做字 妙观察是平等性质 大圆尽质 是菩提这样的体性 那么心呢 心是从繁复众生的角度 是我们能发的 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们能发的心 求什么 求无上菩提 鼠求的是菩提 能发的是众生的 这种希求之心 这就是我们众生 在生死轮转当中 发起的一念 要求作佛的心 这就是菩提心 通俗来说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也许我们平时 讲的太多了 滑口溜过去 要从真心里面 把这一念 菩提心 真诚恳切地发出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无量节以来 我们的发心 也都在发心 都是发求民的心 求利的心 五欲的心 人我是非的心 都是这些五一六成的心 所以要在我们这样的 凡夫的这种 仰慕心里面 发一念 求佛果的心 不容易 正因为不容易 它才非常可贵 非常尊贵 功德甚深 下面我们会谈 菩提心的功能作用 会谈到 这个菩提心的内涵 它包含到智慧 刚才讲四字 那么四字 首先是切证到 足法空性的智慧 这个空性的智慧 就是无相无作无愿 空无相无作无愿 在这样的体性当中 又能够生发 同体的大慈悲心 所以菩提包含着慈悲 把一些众生苦 与一切众生乐 菩提 它的方便质 为究竟 又能够生出 种种度化众生的 善小方便 所以菩提心包含着 智慧 慈悲和方便 菩提心 它智慧 不求自己的安乐 但为众生得离苦 这样的一个心 就是离开一切染污的 这叫无染清净心 这个菩提心 是由慈悲心的区发 它一定要安乐一些众生 给众生以安慰 让众生得到自信的常乐 所以这个菩提心 又是安清净心 又是乐清净心 那么一般我们讲菩提心 是讲具体体现在 菩萨的四红寺院 众生无边寺院度 烦恼无尽寺院段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尚寺院 这是我们受三规五界 很多场合 都要发出的菩萨四红寺院 这菩萨四红寺院 是菩萨的菩提院 它是从苦极灭道 赤圣地里面生化出来的 我们关照到众生 在八苦交间的里面挣扎 苦海当中沉沦 自己也是苦难众生的一员 所以就发出 众生无边寺院度的宏寺 这是依苦地 发众生无边寺院度的大院 那么在观察 众生在这种苦海里面 经受八苦的交间 它的原因是什么 是来自于它的烦恼 烦恼为因 这就是极地 那么知道这个烦恼 贪嗔吃蔓鱼 乃至无量的烦恼 是导致我们苦难的原因 所以发出烦恼无尽 寺院段的大院 观照灭地 就是在我们的烦恼 生命像当中 有一个常乐我尽的涅槃的境界 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 是我们常乐之处 所以发出佛道无尚寺院 成的愿 那么要成就这个灭地的佛道 要有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不仅度自己 也度一切众生 到这个灭地 涅槃城 所以要发法门无量 寺院学的愿 所以这个菩萨的四红四愿 这种菩提心 是从世间的因果 苦极和处世间的因果 捏到 升华出来的 那么知道这种升华 我们来看 进度中谈这个 生性切愿即无上菩提 就是这个愿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这样的愿 就是菩提愿 由于艳离娑婆 是对这种八苦交间的众生 以及由众生 读导入苦难的烦恼 来生起的这个愿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就是要学无量法门 成就无上佛道 这是心求极乐的内涵 所以我们说 进度中的愿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就完整的包含着 通途教法的 这种四红四愿 这样看起来 我们通途的教理的菩提心 和我们进度中 单刀直入 生性切愿即无上菩提 它就能够有共同点 表现进度法门 树 横与一切法门 混同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是进度特别法门 和通途法门 相同的 但由由树与一切法门 九亿 进度中 菩提心 更为单刀直入 你具足信愿 这就是菩提心 这是菩提心 然后再看这个 发 发菩提心 为什么要讲这个发呢 首先要认知一种现象 就是这个菩提呀 觉性智慧 是一切众生本具的 在华言经上 释迦牟尼佛悟道 说着第一句话 就是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如来的智慧得相 是一切众生本具的 也就是我们都有 这种菩提决心 但是菩提决心 是掩盖在我们的烦恼 和执着里面 所以这样就需要发出来 这个发的意思 有一个激活呀 启发和开发 所以一般讲 我们发心 发心有两种发的来源 第一种是上根立志 上根立志 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善根 能够有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 他自己就把这种菩提的决心 发出来了 这就叫自觉 自觉菩提决心 这就孔子说的 这是生而自制 上根立志 那么第二种就是劝发 依照已经发菩提心的人 来劝他知道 娑婆世界的苦难 知道佛道的尊贵 他来知道众生应该去度 众生一体 所以他就发出这样的求菩提度众生的心 这就叫劝发 对我们大多数中下根基的人来说 是要靠一个善知识来劝的 所以这就看到 发的上面有个劝 劝是劝勉 劝告 的意思 佛种从原生 我们都有佛的菩提种子 但是如果没有善知识的缘 他还生起不了 所以这个大善间点 特别重视善知识的作用 善知识如慈母 如慈父 如良依 一切菩萨成就佛法 皆由善知识的力量 以善知识为根本 以善知识为因缘 以善知识为发起 那么我们看 诸佛菩萨来到世界上 都是为主众生 做不请自由 都是告诉一些众生 你自具菩提心 法华经是成佛的一部经典 当佛要说法华经的时候 那种放光线内 放出光照东方 多少多少刹土 余会的大众都非常的惊叹 今天要说什么大法 弥勒菩萨就问文殊师弟菩萨 文殊师弟菩萨告诉 放出这样的内向 是要说稀有的大法 法华经 法华经在说什么法呢 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 成佛的法 如来唯一一大事因缘 出心于世 唯一众生开示 勿如佛之之间 这是诸佛如来 试现这个世间八项成道的 唯一的本怀 一大事因缘 一就是职位一装饰 一称法 多位二称三称五称 一称法是什么 就是卢来称 令一切众生 以卢来涅槃 而涅槃之 如果以身为原诀 来度众生 那佛度 度在千滩里面 只是由于众生 根基陋迪 跟他首先称性宣说一佛称 他不能相信 他还会诽谤 这样就会度到三个道 所以佛本来成佛之后 要说一佛称 观察众生不能信解 还有诽谤 都想马上剥涅槃的 只是大凡天王 帝师王三次劝请 佛才示威道 释放诸佛 就是由一佛称 开出三称五称 方便说 来诱导 这些根基漏蝶的人 所以很多比喻 像化成欲 你看这个 成佛道很遥远 在五本游行的地方 但众生根基漏蝶 看到太遥远 佛道遥远 他就不想走了 不想发足了 所以佛方便在中间 视线一个化成 三本游行处 然后让众生在这个到化成 他的根基各方面深厚了 再告诉他还没有大大目的地 还要往前走 回小巷大 活宅欲 他也是谈这种事情 这个三界活宅马上就要倒塌 这个长者的儿子还在里面不肯出来 在那里贪着五欲 到处持走 吸游戏玩乐 不肯出来 这是佛的之界 看到我们三界就是燃起大火的 破秀的屋宅 但是你跟这些在佛宅里面的子女 说这里很危险 你们赶快出去 他不相信了 他不肯出去 所以这个长者就方便 知道这些子女 好要洋车路车牛车 就方便地说 你们赶快出来吧 我能给你洋车路车牛车 这些子女一听 都有这个自己很好要的东西 才真心恐后出来 一出来离开了火宅 这个长者看到儿子 子女们离开了 他就放心了 放心得非常愉快 我已经出来了 你给我洋车路车牛车 这个长者很愉快 说我不仅给你这个 我给你更好的东西 大白牛车 重爆岩石 平步方正 这就洋车代表声纹 路车代表圆绝秤 这个牛车代表菩萨秤 那么最后给他的一佛秤 大白牛车 让他成佛 那么这些子女 这时候看到大白牛车这么好 那是心生大欢喜 得未成有啊 原来自己可以成佛的呀 就好像大富长者的那个儿子 他到处流浪 得点小工钱 得手为主 不敢担惑他的父亲的那无量的财宝的富贵 以后佛寻寻善幼 他才知道自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 他接纳下来 整个的富力 佛的富力 他全都得到了 所以《法华经》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一部经 是圣生的佛法 当时佛说《法华经》的时候 很多真上漫的比丘比丘尼 这个我漫的优婆赛 不幸的优婆仪 有五千人退场啊 他不愿听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到家了 得到涅槃了 他一听佛还有更殊胜的法 更无上的法 他都觉得他不要听 退场 那佛一看退一加一 退了也好啊 这个此中无之业啊 全都是真实 都是成佛的根基啊 他才留下来听这部稀有的妙法莲花经 所以佛是为了这种一佛称 这个大就是众生本具的这种心性 变周法界 这个是就是出离世间 原成佛果的事 这个因是一切众生本具佛性的因 这个缘就是佛菩萨视线 在这个世间来给你指示这桩事情 一个缘 这个开示恶如佛之之间 佛之之间就是我们菩提觉醒 无念的心体 这种无念心体 所谓的这种心正如法 他的体性是不染一层的 然而他的像是含塞着世间 出世间的一些信德的 他又能生起种种世间和出世间 一些善的因果的作用 那么众生本具的这样的一个佛性 菩提觉性 但是众生自己不知道 这怀宝弥邦 自己衣服底下有一颗模拟宝珠 能和他衣衫蓝褪的到处流浪 他不知道自己有一颗模拟宝珠 一定要得到亲友指示 你怎么这么憔悴 怎么流浪 你都是有个价值连成的宝珠 你带着这个宝珠还去讨饭呢 他回光一看 模拟宝珠正在衣服底下 他把这个贸易金钱马上骤人富贵 所以卢来账 觉性是一些众生本具的 但是一定要佛来开 就好像千年的宝藏 把他打开 然后指示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指示我们本有的加征 让众生觉悟开悟了 原来自己原来佛性没有减少一点 依诸固债 然后他就通过佛给提供的方法去修行 就能够振入 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唯一一大事因缘 出现一事 就是为这段事情 开始误入佛的之间 让一切众生成佛的 这才是佛的本怀 佛不是说给我们点人天福报 也不会给我们身为原觉化成的满足 一定要以 如来灭朵而灭朵之 佛的心才安稳 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 佛的内心就觉得有 有遗憾 他就不断的要视线到这个世界 那一些众生原成佛 所以这种事情是需要 劝的 劝勉的 否则我们一概不知道 茫茫人海 你说你告诉他 你都有佛性 有几个能够单喝的 法画经的全篇都充满着 开示 我们本句的佛子之间 本句的菩提 在那个长不清菩萨品 你看这个品里面 那都是悲心恳切 这品经是对德大士菩萨说的 就是大士智菩萨说的 说这个在威阴亡佛的 这种末法的时候 有一位菩萨比丘 他见到人 就是向这些四众弟子顶礼 比丘比吉尼又菩萨又卫尼 顶礼说一句话 只是说一句话 我不敢亲于儒等 儒等皆当诸佛 顶礼就说这句话 你看这个菩萨比丘 他直接所指向的 我要恭敬你 我不敢欺瞒你 因为你有佛性 因为你决定能成佛 诸佛 但是这些真上漫的四众弟子 就很讨厌这位比丘 说你有什么本事 你还给我受尽 所以就骂他 骂他骂的不过瘾 还要打他 拳打脚踢 拳打脚踢 这位比丘呢 就在打不到的地方 又顶礼 又说这句话 我不敢亲于儒等儒等 皆当诸佛 这些人说 你这个打你还不讲这个 就用棍子来打 他就在棍子打不到的地方 顶礼说这句话 然后就这些人就用石头来 来扎塔 他就在石块 抛不到的地方 顶礼说这句话 他这位菩萨比丘 由于这样就叫常不清菩萨 常不清菩萨一生就这样修行 他也不诵经 也不作禅 就是见人就顶礼 说这句话 等到他灵受宗事的时候 得到了六根清禁尾 得到了威英王佛 在空中跟他讲法化节 然后他的寿命增加了 二百千亿岁 又见到了多少多少佛 这个常不清菩萨是谁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 释迦牟尼佛说 就由于他做这样的修行 他闻法华经 才能快速成就 阿罗多罗三明三不提 所以很多众生 落地众生 他不敢承担 我有佛性 我重当成佛这句话 所以佛菩萨就要不断地 来撤免这句话 你一定要担惑 佛是已成佛 我是未成佛 常作儒式性 戒品也具足 一定要相信 我是未成佛 当成佛 一定要把这个成佛 作佛的心发起来 因为一切众生作佛 它是因果自然的 因为它本具佛性 只要把我们的分别执着 撤除到我们卢卢佛 就现前了 但这张事情 没有善知识跟我们来劝民 我们很难自觉发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 在法华经里面 还有这个法华经 无论活载欲 化成欲 戏诸欲 这些 它是不断地都谈这个事情 华严经 他也是这个样子 华严经 你看在 入法戒品 佛在士多灵 种种神变 种种向好 为界外大事去说 那么余慧的 有我们这个地球的 像瑟利弗大墓 接近这些大声闻 大阿罗汉 但是这些阿罗汉 他看不到 鲁死拿佛的暴身 也看不到 暴身佛无量的神通变化 也见不到 他方世界 无量无边的菩萨大声 这叫 鲁龙式雅 就像龙子 不能闻佛的声音 就像虾子 见不到那个场面 就像哑巴说不出来 这是由于这些声闻 往事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修见佛 闻大乘法的善本 当时文殊师利菩萨 也联名这些声闻 就从士多灵出来向南行 向南行 就是走到人间 就在夫城东 夫城东那个地方 当时摄底佛 也是叙事的善根了 他就见到了文殊师利菩萨 离开士多灵 他也就带着六千比丘 跟随文殊师利菩萨 到了夫城东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才跟摄底佛这六千比丘 来宣说大圣法 宣说卢来的功德 劝勉他们发 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个时候摄底佛 才发起这样的心 在夫城东这个地方 当时比丘比丘尼 优婆赛优婆一度来了 同男同女也来了 善才同志带着五百 善才同志也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善才同志也劝 文殊师利菩萨 也劝勉善才同志 发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善才同志就在这个会上 在文殊师利的座下 发了这个心 开根本自然 文殊师利菩萨 这时候就跟说 你已经发了 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你现在要广参善知识 因为善知识 是具一切志最初的因缘 所以就介绍他去参得云比丘 顺楼国妙峰山上 参得云比丘